大家好,我是Sam 花式跳繩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其中體操動作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究竟有甚麼基本體操動作讓我們學習呢?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體操教練John Sir 他說我們講解基本體操動作 謝謝Sam,謝謝你們的邀請 體操我相信大家都有接觸過 裡面有一些基本的動作 例如踢後腿、倒立和側手翻這些動作 如果大家可以很正確和安全地掌握這些動作 我相信一些跳繩的運動員都可以有很大幫助 我們接下來會介紹如何做一些踢後腿、倒立和側手翻的練習給大家 首先踢後腿前我們要做一些拉筋 為甚麼呢? 因為踢後腿時有很多學員不太清楚自己的油韌性去到哪裏 就是踢後腿前腿的位置 一開始我們請小朋友放一隻腳在牆上 或者如果有扶巴的可以放一隻腳上去上面 那放的位置在哪裏呢? 就大約在肚子的高度先 因為有些學員的油韌性本身未必是十分之好 這樣我們就循序漸進 一開始我們放一隻腳在這個位置 那有甚麼重點要注意呢? 就是放那隻腳膝後那裏要伸直 站著那隻腳膝後那裏要伸直 那身要向正前面 不要歪歪 對,盆骨不要歪歪 腳趾尖也是向正前面 那就適合了 那接著呢? 那隻手可以扶著扶巴 或者扶著牆上 然後盡量把鼻子碰到膝蓋這個位置 那維持這個動作20至30秒 對,好 那因為這個對大腿後肌拉扯的程度會更加高 所以我們這一個就會對一些油韌性比較好的學員去做 好,那接著一樣 伸直腳,浪那隻腳 站著那隻腳也是要伸直 腳趾也是要向前的 那接著手扶著牆上或者扶著扶巴 把鼻子貼過去 又是把這個動作維持20至30秒 還有第二個動作都可以幫你拉到肩膝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做一個坐下合伸直腳的動作 那接著呢? 就盡量伸直的背部向前摺著整個人 對,盡量伸直的背部 對,那你就會感覺到 大腿後面會有些拉扯的感覺 那又是把這個動作維持20至30秒 好了,在教完拉筋的動作之後呢 那我們就去到踢後腿了 那首先踢後腿我們會怎樣做呢? 首先就是找個扶巴或者找個牆上按住 對,就不要站太後 對,站回剛剛個人垂直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那我們一開始踢的時候就不要踢那麼高 踢到大約腰這個位置的高度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如果想著踢到很高很高的時候 很容易有很多學員的盆骨是會歪掉的 對,會轉掉了 那轉掉了呢? 那整件事呢 你要踢的角度就會錯了 你將來做倒立 側手翻 就會很容易會越做越歪 然後你就想不到原因會越來越歪 在第一步開始就要做好它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就踢一個比較細幅度的踢後腿 踢到這個位置 下來 當你踢的時候 然後身是要同時像搖搖板一樣 向下 然後腳踢向上 對 腳是要伸直 膝蓋伸直 咪腳尖 然後當你的腳下去的時候 身就要挺直 對 整個過程好像搖搖板一樣 好,下 踢,然後起來 踢,起來 對 確定踢的時候 盆骨不要歪 對,然後起來 再踢 對 再踢 那麼踢多少次好呢? 大約踢十下 三組 對,即是踢十下 休息一會 再踢 總共踢三組 那就OK了 好,剛才大家看到一個踢腿的體操練習 其實這個練習 對於我們花式跳聲來說 是很有幫助的 例如我們做一個跨下意識的多重 如果你的踢腿可能踢得沒有那麼有力 或者踢得比較低的話 或者你的跨下意識多重 可能很困難或者很吃力 如果你的踢腿是踢得比較好的話 可能你的跨比較寬 比較寬 比較寬 你入跨下意識的時候 做多重 做普通的單重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輕鬆 開動 見面後 看到遠方 請見 如果他們更有萬能 他們更多 明天 再離開 文件 在看著 文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